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次随马英九先生来访的很多青年是第一次来到大陆 在12天的参访交流当中,他们有了很多跟过去不同的看法和体验 比如说他们认为大陆青年蛮和善,是温和的,温暖的 交流起来和蔼可亲,完全没有岛内炒作的那些负面情绪 他们也看到大陆的发展很迅速,成就巨大 对历史情怀和两岸关系的认识更上了一层楼 我们认为青年是两岸关系的未来 两岸青年加强交流交往,能够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增添新生力量 增加注入青春的活力 两岸青年由于学习生活的经历和环境不同 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确实是存在差异 我们对此是充分理解 那正因为这样呢,两岸青年才更需要加强交流增进了解 我们乐见并支持两岸青年加强交流互动 并且愿意为此创造一切条件 比如说刚刚过去的一周四月一号 厦门大学呢就举办了秦迁夏京 2023两岸青年学子文化研习营的活动 有53名台湾师生和来到夏大跟夏大的师生一起 参加了为期五天的学术调研和文化探访活动 那两岸的青年学子呢 深入交流互动 相互的支持勉励 共同成长 但我们需要指出一点 目前呢,民进党当局仍然严格的管控限制台湾各级学校和大陆的学校交流 仍然进线大陆人员赴台交流 这个是阻碍两岸青年和学生交流的最大障碍 只有民进党当局撤除政治的藩离 两岸交流恢复正常 两岸的青年和学生见面呢 才有可能成为家常便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